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回來第二節的新人透視 怎麼樣子健 是不是想起4月2、3日 因為這個劇 4月2、3日還有很多票買 所以我都覺得需要幫忙幫他忙 是我的熱情來的 所以我看完這個劇的熱情 你會送出多少票給觀眾 不能送 自己支持 都是夠多稅一張 買最便宜就可以了 不用買這麼貴 特別介紹 林夏眉飾演拱橋 拱橋 聽名字應該是好東西 很棒 真的 應該值得看 我們對女性主義神學有興趣的朋友 特別是有感覺的 整套戲由三個女主角 第一任老婆 第二任老婆 和性格者 串連起一個故事 拯救就是由這三個女性帶來 還有帶出對社會的批判 我沒看過都能吹到 對 都是這些東西 你以為只是一個奇情的故事 香港話劇團的導演 或者這個劇 《2029初生1989》 其實這個劇 都帶一些社會的批判性 對香港城市發展的願景都是怎樣 誰是導演 司徒衛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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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司徒衛卓 也是姓司徒 司徒衛卓 是導演 他也上過圖小碟那個 圖小碟那個 圖小碟這個節目 他也上到 真是厲害 劇場背後心 他也是有上去 大家可以按回來看 希望我們這樣 他那一集 他那個很難看 可以超過兩位數字 不要這樣 你 4 2 3 去看一下這個 有一個社會的批判性 可以了 就不是純粹是一個奇情的故事 不是這麼簡單 有東西可以說到 明白 就正如這個香港話劇團 他也會帶一些社會批判性 但當我最近可以看到一篇 終於到你要說話的時候 就是一篇 我們大家都是 阿齋sir今天不在這 要不然阿齋sir在這裏 就能夠一段時間爆這個人 爆半個東西 真的 宗教界人士 對於香港城市未來發展 有什麼願景 什麼為香港之福 這個人叫做港福堂的牧師 所以我要說香港之福 就出了一篇這樣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在這裏講 其實是吳中文 吳中文牧師 他那間教會有很多明星 由鄧瑞文 鄧瑞文會去 鄭秀文也會去 哇 這麼厲害 還有蔣麗萍 還有誰 還有明星多之外 其實他在這裏講福堂 其實他在金鐘 蔡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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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政界的朋友 都會回去那裏 不是政界的人 其實不是我的朋友 那些比較保守 譬如是黃仁龍 都是回這個教會 那又有示威 去那裏示威 不是都會去教會 一次過 一站式服務 搞了吳中文牧師 他發表了一篇什麼文 讓你說一下 各位 只是打了facebook 發表的網站 就看到了 也不是的 其實這個在網上 那個叫做國道復興報 就有吳中文牧師這一篇演講 其實沒有的 他不是說中靠有派 都讀完整段 不用 你說我大義就行了 大義 就以耶利米先知 做一個故事開始 大家不信教 就不知道誰是耶利米先知 耶利亞 神秘耶利亞 耶利亞 是沒有關係的 說這麼多 浪費氣 一句都說了 叫你們不要搞這麼多 不舉公投 其實他針對的是 不舉公投 還有動文的那種 是 說現在的政治非常之 暴民 暴民 這個叫做民主和暴民政治 是一線之隔 大家最重要的是和諧 還有他鼓勵大家 就是要聽政府話 沒錯 因為政府 因為他是一個牧師 所以 信頭要順服執政掌權者 原因是政府所代表的管治和秩序 是神所肯定的 那你們何必要反對希特拉 為何要覺得毛澤東是暴君 我覺得以前的人要悔慨 要還希特拉一個公道 因為希特拉 是上帝的福人 是神所肯定的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反對希特拉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要說毛澤東不好 為何毛澤東要推翻蔣介石 共產黨悔慨 一定要信服我們的尊重長官 尊重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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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 好厲害 即不是長官 又不是神的用人 不是長官又不是 是了 長官才是 有權有勢的人 就是神的用人 我覺得現在 到了一個地步 教會到了一種 是挺無恥的狀態 我們為何這樣說呢 其實習澤東有很多事都這樣說 無恥無恥在 因為我們都是讀神學的 就是你越讀神學越發覺 他所說的東西 不是在說這些東西 不是在說聖經裡面 或是在說聖經上的東西 不是 他是在說聖經 但是他是藏在他的一些意圖 政治的意圖 就在他的陳諾當中 有政治的意圖都不重要 而是你利用了他 扭曲了一件事 才是恐怖 而是你作為一個牧師 你去講這篇文章的時候 他所做的背後就是 對政權一種的維護 和一種的包裝 他講得好 這裏很離譜 真是很離譜 他説信徒要協助一個相對公義的政府 去完成上帝賦予的任務 是的 他説我們一定要從歷史現實出發 他說香港現在是基於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的架構 尊重中國對香港 是有主權和治權的事實 嗯 他説這些話 其實牧師説這些話 怎麼看 講得好無所謂 他預料被人頂 而且我覺得 因為他的信徒是 即是回到教會的人 鄭收文 是的 鄭收文 黃引龍那些 即是政府裏面 那個環境局那個叫什麼 金城武 不是 什麼 什麼 忽然間你搞到我 環境局那個 環境局 不是邱成武 我不是想說邱成武 我是想說那個 上次全球祈禱日 有份進去 金大支 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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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那個環境局那個 那個男人來是彈頸的 即是廖秀東走了之後那個 嘴巴 提示 邱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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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什麼金城武 因為邱藤華的邱 就是跟邱成武 有一個 是吧 我就是 金城武 你明白嗎 邱藤華 我只是想說 都是回去這個教會 所以他就 因為他那個教會的會友 那個階層 都是在政治裏面 是政府 親政府派的人士 所以他就要說這些事情 作為一個牧師 其實他躲在那個問題 是 現在我覺得教會 他躲在的程度 就是 就是越來越嚴重和恐怖 那些事情 是跟信仰結合了 成為一種 他們所說的 基督徒的真理 是 而他這件事 我們香港的基督徒 是很傻的 牧師說什麼 你就信什麼 是 完全是不動腦 即是你看到 他講到 怎樣是 跟歷史的現實 怎樣中國 對一國兩制 基本法的問題 基本法 你要講公然公義 耶穌都說 你要信復神 不是信復人 對不對 他這個 有些事情 所以信仰 跟他的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 有沒有抵觸問題 你去思考 你不是要講這些 這些 測涵馬屁的說話 絕對是 他說 我們不會將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等理念 絕對化 這個很適合 那你又要將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絕對化 這個就是他的矛盾之處 沒錯 基督徒 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 但為什麼你又 這麼迷信一國兩制 是不是很離譜 這條吳中文 廣福堂 歌道會 他一段內 可以自我矛盾 精神分裂 再巴黎鐵塔反轉 再反轉 就是另一個 真的很厲害 真的 過分 將我們 個人權利 過分私有化 老實說 你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香港有民主的時候 你才會說 有也沒有 你說什麼 沒錯 你害怕有 真是白癡 他講這個 完全是沒有 貼近到香港的處境 他就懸空了所有事情 就是講中國大陸 對聽的 以及香港特區政府 對聽的 民主當然不是 這條牧師 民主當然不是絕對 還有公義 還有平等 還有法治 還有很多東西 加在一起 社會裏面 但民主我們沒有 現在明明是被人欺壓 大哥 二十元黨 叫我們給二十元 先公不公義 張宇仁 你說 張宇仁 張宇仁 我怕我又說了金城武 下節再說 當然了 吳中文還有大量話 是 真的